你现在看到的是大浆榨汁的视频 大浆块头有点大于是 我们先用双轴撕碎机撕碎一下 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为了后边榨汁效果更好一点 我们将撕碎好的浆块再进入粉碎机粉碎一下 粉碎后的浆末再进入螺旋压榨机压榨出汁 挤出来的汁非常多 效果非常好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欢迎来电咨询我 主页有我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加位